你痛苦使你,要想着痛苦,也不是永恒。 6.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 你失魔时候放下 失魔时候就没有烦恼。 10.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 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14. 行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15. 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请你多口下留情。 16. 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烦咬他一口吗? 17.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8.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19. 同样的瓶子。 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 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20.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21. 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 22. 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23. 增恨。 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24.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乐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它来说是一种惩罚。 25. 情直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直。 你才能得到自在。 26. 不要害肯定自己的看法。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27. 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28. 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 是可耻的。 29. 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失。 30. 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